每次來都要打扮成這樣 不累 只想變成他 還是想害他 都是 也都不是 聽不懂 因為我嫉妒他 我覺得你不會被你解擦 為什麼好羨慕呢 我剛剛說了 是嫉妒 不是羨慕 有差嗎 當然 你不會懂 羨慕和嫉妒 只是一線之隔 一般人總覺得 羨慕比起嫉妒 好像善良一點 可是對我來說 羨慕卻只是愚蠢自己的消極行為 我享受嫉妒 也享受讓人嫉妒 因為 他提供我一種動力 讓我可以面對自己 和這個世界的不完美 然後 再針對對象 去選擇破壞 或是成績 這就是我們認識的朋友 你真的很厲害 你有沒有知道我怎麼幫你 幫你幫我找他 怎麼辦 你怎麼可能 不然 你喜歡 是我的一支 而且 我要幫我祕密交給你報告 你如果夠了解我 你就會知道怎麼打開它 走 給我跳舞 你會恨你哥嗎 不會 也對 應該是你哥恨你才對 因為現在 你正抱著她一直夢寐以求的那個女孩 徐一貞 是的 我享受忌妒 即使 她是一股足以吞噬心靈 甚至預食劇粉的邪惡力量 明天的故事都是我的是我的 所謂的幸福快樂 我學會了抉擇 明天的故事都是我的是我的 你的背影 遠得像 無了 我不再回頭 我 當腳步被 回憶 放著 我 跑過 沙漠 我 不要 變得 小小的 找不到自我 我 想被什麼人 放在 口袋 被 天空 明天的 故事都是我的 是我的 作為的 幸福快樂 不止一種 美麗的 春夏秋冬火 也是我的 體驗過 才懂 是什麼 什麼 喂 是我 你還好吧 還好 小感冒而已 不過 能接到你的關心電話 突然覺得感冒得很值得 今天學校下午停課 我過去找你好不好 有一件事 是關於近出世那天的教室日誌 我想當命找你談談 好 可是我已經掛了號 現在要趕去醫院了 沒關係 那 我 要不然 我們先不鎖 你先進來等 我很快就回來 待會兒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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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阿 好 你 憲哥 抓屈 我 驅傑 您好 原來是你 王警官 我還以為是那些變態的Fans 怎麼 我超速了嗎 不然你追我車幹嘛 放心 我不是交通警察 我不会开你的单 不过 如果你知道某人的下落 却不通知警方 后果可是很严重的 什么某人 抱歉我不懂你的意思 有主播 别这样 一定要我把话挑明讲吗 你以为像我这种身架的明星主播 会冒着生命危险去见杀人犯吗 太可笑了吧 这么无聊的消息谁跟你说的 把他找出来跟我对职 如果是友台故意诬赖我的话 那就太不应该了 也对 我想你应该不至于那么蠢才对 抱歉 失礼了 我把车倒一下 让你过去 ram 해 对 先老跟 不行 Zahlen 你手 Tren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那边等了十一分钟你知不知道 你们最好不要糊弄我 老师好 我就不见了杨老师了 你们在这边干嘛 你妈呢 不知道 应该是被条子困在半路上了吧 我想 她报警对不对 你放心 我老妈为了收事而已 绝对不肯会出问你的 发警的人 是我 因为只有让我妈和警方互相牵制 我才有机会单独跟你见面 进行我的扶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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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查明徐姓女学生死亡的真相 记者答应休闲杨仁佑的请求 单独跟她会面 再过几分钟 命案的谜底就揭晓了 刘主播 游戏可以结束了吧 刘主播 刘主播 上高 中文字幕 林家瑋 你真的以為你玩得過我嗎 差得遠 我告訴你 既然所有的人都認為我是兇手 我真的再多殺一個有無法 如果敢來這裡 你以為我會怕死嗎 你怎麼你是真的以為我不敢殺你 我相信小石這個聰明人 不至於一錯再錯 該用什麼方法 才能向怡貞證明我的真心 本來 我一直認為喜歡一個人 是不需要多做解釋的 但現在 怡貞卻因為發現已經愛我的秘密 無法面對我們這幾年的感情 我能理解她的痛苦 也願意尊重她的決定 可是老實說 這樣對我很不公平 真的很不公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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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查明徐姓女學生死亡的真相 記者答應胸嫌楊仁佑的請求 單獨跟她會面 再過幾分鐘 命案的謎地就揭曉了 劉主播 這是你自己留下的證據 我想我就不用再多說什麼了吧 這算什麼證據 法律有規定人民不能對著自己的攝影機 胡說八道嗎 當然沒有 可是我相信我可以憑這個東西 向法院申請搜索票 扣留你所有的相關證據 找出你知情不報或藏匿犯罪的證據 你希望這樣嗎 跟我們合作吧 如果抓到楊仁佑的話 你不但是工程 而且可以立刻取得獨家新聞 他隨便試到了 那我內心事 三個月 下屹下 小鷹 把喉区 3 4 4 4 3 如果可以 我真希望能有什么方法 向他证明我真心 即使是牺牲自己的生命 所以如果有人问我 为什么不喜欢一镜 而喜欢一镜 我的答案是 没有理由 因为爱一个人就是爱了 而且是以全部的生命去爱 仅此而已 我爱一个人就是爱一个人的爱情 小姐 請問一下 林詹瑋的病同事在幾號 翻譯了 謝謝 徐小姐 你們幾個到底胡鬧夠了沒 如果你們要繼續拿生命開玩笑 我們沒有責任 也沒有義務陪你們玩遊戲 這個是獨家畫面 又拍了趕快拍啊 林家瑋 現在不是你開玩笑的時候 什麼 還在氣我出賣你 搞張你的獨家新聞 在你的眼裡 我這個媽媽這麼不堪 這麼沒有人心的嗎 家瑋 林媽媽 李詹 你幫我媽一媽這個小孩子 我去講錢了 一定是我媽的大型小怪 打電話給你 所以 你生病感冒 都是假的 為什麼要這麼做 你們明天知道洋人佑那種人有多危險 我一點都不像我的作風 對不對 因為我想要用情動證明 我沒有對不起你 我更想讓你知道 我一點都不比那個周克強差 只是我沒想到 成英雄的結果 不但搞砸了一切 還把自己弄得那麼糗 我真的好糟糕 是我的錯 我不該把所有的痛苦 和罪過 都推到你身上 不要這樣說 是我心甘情願的 對 對了 你不是要問我教室一致的事 進出事那天 你那個 什麼 我不是要懷疑你 我只是想知道 為什麼你沒簽名 那天學一鼓掌說 玩自習的時候 沒看見我 嗯 我是有一段時間不在教室 那你在哪裡 出去下班車找你啊 那時老師看我們同學 每個都進進出出的 很不高興 說要點名 我打你手機又不同 所以就偷留出去找你 你那通留言是我回教室之後才發現的 我只是想搞清楚而已 沒有別的意思 沒關係 我了解 那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家瑋 有件事 我不知道該不會跟你說 怎麼 這幾天 我發現靜好像有很多的秘密 而且 是很可怕的秘密 X-Zone 這地方叫X-Zone 是幹嘛的 夜店嗎 你也不聊啊 沒有啊就好奇我一下 OK 那你再幫我打貼一下消息 謝謝 所以我跟你說我朋友在裡面 你聽不懂是不是 小姐 你應該是搞錯了吧 我們這裡是私人倉屬的 可是我朋友明明就跟我說是這裡 不然你讓我進去看一眼 他不在我就走人 你 搞什麼啊你 賺怎麼這麼壞啊 王八蛋 你在幹嘛啊 跳鋼管喔 笑什麼啊 還不是我也幫你 想要這樣混進去 拜託 猴子不管穿得怎樣都愛猴子好不好 小呼嚨誰啊 周克強 原來在你的心裡 我是一隻猴子 說你是猴子 還侮辱猴子的智商 不是只好跟你說我這邊很詭異 沒那麼容易進去嗎 笨 不試試看你怎麼知道 逆舞我喜歡穿槳 還不都是為了你 這雙高跟鞋穿我腳好痛 你活該 不以為要你那麼做嗎 雞婆 周克強 你太下流了你 去死吧你 喂 有必要那麼生氣嗎 欸 不要跟我說話 不然我跟誰道歉 跟空氣說對不起喔 隨便 反正認識徐憶貞之後 我早就跟空氣沒有什麼兩樣 你在說什麼啊 幹嘛又提到她 因為我不管再怎麼努力 就是比不上她 她可以進去那個地方 也可以進去你的心裡 她無所不在 我卻哪裡都去不了 好 果然她是說出來了 真自不量力 對 我喜歡你 而且喜歡你很久了 莎 妳要不要再說點笑話 跟我開玩笑吧 因為她要我喜歡你 對妳來說是一則人笑嗎 不是要殺人家 因為我都是好朋友 沒關係 我懂了 謝謝妳的回答 她 謝謝妳 謝謝妳 雖然沒有親口承認 金庚那一樣在做 可是那支手機 那些通訊錄裡面的男人 還有那個可怕的 還有那些人口口聲聲的叫著 阿Kat 卻都證實了我的猜測 阿Kat 金庚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我好像不認識她了 她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也許 但是我們並不需要找出答案 從開始念書到現在 我們經歷了各種大大小小的考試 選擇題也好 是非題也好 甚至是問答題 我們為了分數 都習慣了教科書提供給的原則 直接拉出老師們心目中所謂的 標準答案 可是現實生活中 標準答案真的存在嗎 我敢未必吧 所以有時候 有些事情 我寧可把他們當成無解來看待 這樣才不會為了 鑽牛角尖 而厚人那麼痛苦 可是對我來說 刻意去逃避問題 而不去找出真正的答案 才是真正的痛苦 就算你找出答案 又能怎麼樣 如果答案是 竟真的為了什麼原因欺騙了大家 又甚至因為她自己的墮落 而傷害了自己 然後呢 我想 你和你爸媽 應該後面面對移近了死亡 更難過 更不堪吧 而且這件事如果讓媒體知道 那已經不就連死 都得不到平靜和尊嚴嗎 可是我沒辦法裝出什麼都不知道 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 我真的沒辦法 你不要難過 你想怎麼樣都可以 我會勉強你的 我沒有辦法 他應該是一個人 我沒有辦法 我慢慢來 你會不會 我不會 你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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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吧 故事都是我的 是我的 好了啦 不要哭了 妳這樣會讓別人以為我在欺負妳 來 把眼淚擦擦 又怎樣 那個許醫生的手怕我不要 莎 妳真的想太多了 許醫生有個優等生男朋友 我再怎樣也不會去把別人馬子啊 而且我怎麼會把妳當人空氣呢 妳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該會對妳那麼兇 全是因為擔心妳 誰知道那裡面有什麼牛鬼蛇神 萬一妳發現什麼危險怎麼辦 好啦 沒事了 剛才 我 我 喂 那女的 我有影響 她是誰 小潔班上的同學 我在他們班的合照 然後 還有戰衣上都有看到她 根據本台記者自已莫了解 修憲楊仁佑再次先生在愛的對象 正是有台有信主播的十四歲兒子 至於修憲為何對她行兇 根據肯好消息指出 恐怕至於郵姓主播 違反新聞道德 企圖私下採訪兇刑有關 接下來 為您報導的是一則跟吃有關的消息 相信大家都有外事經驗 可是 希望從那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不知道啊 我剛剛去救護處找資料 別動 李宗 你出去吧 來 來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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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說 解散 好 報告 老師 這是我參加政大新聞系的 推真資料 清明在社團指導老師上面 簽個名 妳先放假 我都會再簽 還有其他事嗎 請老師有機會轉告他 不要再去傷害 任何一個無辜的人 我說過 跟他已經沒有任何的關係了 還有 妳一定要用這種審問犯人的口氣 跟老師說話嗎 我沒有那個意思 只是 我不希望任何人再受到傷害 林家瑋還好嗎 看起來是小傷 但是 在我們心裡卻留下很大的傷害 妳說這是好 還是不好 我先回家睡了 心部副理 有沒有搞錯 是啊 這可是總經理剛下的指示 我特地趕在人事命令公布前 來給妳第一個道貨的 恭喜妳啊 美琴 恭喜什麼 這根本是民生暗將 你們要把我拉下主播台就直說 何必這麼大費周章 妳不顧新聞道德 擅自隱瞞採訪線索 這已經讓我們公司名譽嚴重受損了 更何況妳還讓我們新聞部 跟警方的關係搞得這麼緊張 總經理這樣安排 不會讓妳太難堪 已經夠厚道的了 妳還想怎麼樣 我不服氣 這則獨家要是沒出狀況的話 收視率一定狂飆 到時候妳們還拿什麼狗屁新聞道德來壓我 妳怎麼這麼說啊 妳知道我們公司 向來最重視新聞倫理的 少來 少來這一套 我自己去跟她講 當初可是她親自捧的合約 挖我過來的 妳要去我當然沒意見了 不過我警告妳 總經理現在可是在氣頭上 妳之後去見她 恐怕連妳胸前那張門禁卡都保不了 其實當主管也沒什麼不好啊 起碼多出了很多時間 可以陪陪妳的家人 管管妳的小孩 也許 她以後比較不會再出妳的狀況啊 喂 你在哪兒 沒有啊 就 隨便逛逛 你又去找徐一針了 我跟妳真重解釋 我只是想問她那個X1到底 我又不是你馬子 你跟我解釋那麼多幹嘛 去那邊 當然啦 那就要看妳有沒有誠意囉 好 那就這麼說定囉 嗯 待會兒見 難怪我覺得妳面手 原來是我弟的同班同學 周克傑啊 我是周克傑的新哥哥 我都沒見過妳 妳看 我叫周克傑 百分之百是小潔的親哥哥 妳想幹嘛 我跟周克傑又不熟 是嗎 那是我誤會了 我以為妳以前常跟小潔 浩徐進去X Zone玩 那個X Zone到底是什麼地方啊 我聽小潔說 那地方好像很炫 是真的嗎 我不知道妳在說什麼 那妳到底在幹什麼 妳到底在裡面幹嘛 我不知道妳抓到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是做什麼的 可是我沒看到妳進去了 也看到徐怡貞進去 那妳去追徐怡貞 不要來煩我 等一下 自己看 這不一定是鬼嗎 喂 相機環來了 走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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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 3 4 5 5 現在是怎樣 好一點了嗎 醫生說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我買了你最喜歡吃的泡芙 太好了 我已經餓了一整天了 醫院的東西真的有那麼難吃嗎 護士給的藥比較好吃 你媽呢 都沒有來嗎 我中午有錢要打電話幫我帶飯來啊 結果到現在人都還沒出現 你沒有在跟她聯絡啊 有啊 可是她的電話不是沒人接就一直打不通 那你要再吃什麼嗎 我去幫你買 不用了啦 有你陪在身邊 我什麼都不需要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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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来你安静 小姐 来你 小姐 来你 小姐 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个坏女生啊 你是一个坏女生 我是一个坏男人 让我们两个在一起做坏事刚刚好吗 阿莎 你今天好像不怎么害 还是我扣阿K一起过来 阿K不在 阿K去哪里了 他走了到天堂去了 去天堂 没关系 天堂我知道路我也可以带你去 阿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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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是要打电话来问我 那天在XZONE发生的事 我来跟他讲 不要 不要 我不要别人知道近可怕的那一面 我不要 你放心 我会一起跟你收入这个秘密的 阿K 就是这一间 我们走 你还要去看 阿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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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忠元 你没看见我被勾起到遍地铃上吗 没有人可以安慰我 就像傻瓜一样对手机讲话 就叫你喝电话吗 还是要我去你家找你 下次什么时候有空 我们一起到S-Round去封一封吗 再说吧 那一起吃饭呢 不用了 我没有心情 来 自己拿点点 请开门 怎么办 怎么办啊 是 你们不要过来啊 你们不要过来 你们快过来 来 原来你不在家 你醉了 我送你回去 我没醉 对 没关系 你不跟我讲话 我找你老婆 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我怎么了 当情妇 没有资格发比起你 因为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的关系 可是比以前更密切 因为我儿子跟你女儿 跟我们一样 也在一起耶 你说好不好笑 你老婆 你老婆要知道这些 其实我会很高兴喔 你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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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妈 是我 宜臻 宜臻啊 你等一下 马上先去开个门 没关系了 我只是要跟你说一声 我现在人在医院陪家伟 你们先吃饭 不用等我了 好 我知道了 家伟还好吧 好多了 医生说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那就好 医生啊 你自己也要小心一点 待会直接坐計程車回家 不要在路上逗留了 知道吗 好 妈再见 拜拜 行 谁啊 我…我真的好遗憾 我好想看看雅娟开门室的样子喔 哈哈 不要太过分了 把事情闹开了 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啊 其实啊 她早知道了 她知道是我吗 她只是说 她不想 也没有必要知道一切 所以 算我求你 不要再意气用事了 我这个家 经不起再一次的打击了 你们不要过来 我真的会跳下去喔 真的 我不怕死 同学 不要这样子嘛 说你跳现在死不了 要摔断腿或脑震荡怎麼辦 管你屁事啊 第一季 你居然跟着我 还报警 我哪有 不要乱冤枉了好不好 滚开啦 喂 你还好吧 好 带我去医院吧 我要看看家伟 你这样子可以吗 我总不能破坏别人的家庭 连自己的家也顾不了 是她 是她 姐吧 我绝不会出声音 就跟以前一样 喂 雅娟 忠雲 你在哪里 回家的路上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刚才门口有人按电铃 按得又急又凶的 我去开门 可是一个人影都没有 没事的 大概是社区的孩子恶作剧吧 可是我害怕 我也是杨仁佑 她才刚刚伤害了家伟 谁知道她又会做出 什么一样的事情来 你别担心 我马上趟回去陪你 回去吧 回去陪她 我没事 喂 我就是 你说谁 二年中班谢爱玲 我听不到你在说什么 我跟她只是认识很久的网友 跟她真的只是网友 不是圆娇 而且我真的不知道她未满十八岁 因为我很喜欢她 所以才骗她说 我已经二十岁 她真的不知道我未成年 如果你们真的两情相悦 那我问你 她叫什么名字 我只知道她叫阿莎 求求你们 不要告诉我妈还有学校 求求你们 周克强 你还真像打不死的蟑螂 到时候看到你 因为我的外号正好叫小强王王警官 怎么样 要不要来一罐 恢复一下警官关系 抱歉 我们不能接受民众的亏证 回去吧 反正不管你来几次都一样 我还是那句老话 在案情没有明朗之前 我们 不方便透露任何进展 这我知道 不过这回 我到底想透露一点 相关线说给你们 怎么 你又变成柯南去找什么录影带照片了 你知道谢爱玲吗 跟徐怡静最好的那个女生 她在宾馆跟人员交被你们的人查到 现在正在里面被问话 校长 你也接到通知了 主任请我一起来了解就好吗 你最近有跟她联络吗 谁 没有 你为什么跟中谢爱玲 你是不是又私底下去调查些什么了 你有线索都不跟我说了 为什么好好给你报备 周克强 你 王警官 杨校长 总老师 我学生呢 正在里面接受训问 不过他那条线不归我管 小刘 带这两位女士到三組去 是 这边请 梁校长 一会儿两位忙完 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 当然可以 怎么样 到底找到那些什么 黄警官 你藏起我们这些毛头 小子破坏你的布局 可是说老实话 我也蛮怕我辛辛苦苦 找到的线索 被给破坏掉 抱歉 我先回去了 超线索 夜宫 其实 不太做了 太雨了 了 那天 那天 李宗盛 然后 下来 胡佳慧 胡佳慧 餓了吧 對不起 我今天實在太忙了所以 妳喝酒了 沒有啊 騙不了我的 以前只要妳心情不好 就會跑出去 或者自己灌在房裡喝酒 丟下我不管 真的很討厭那種味道 來吧 吃點東西 這是妳最喜歡的壽司 不用了 我吃過了 妳一整包買的 她人呢 回去了 妳要是忙也可以回去 妳這是在幹什麼 妳跟我發什麼脾氣 我今天 的確喝了點酒 是因為我在公司受了很大的委屈 為什麼妳不能多體諒我一些 我已經被妳害得沒法翻身了 妳知道嗎 對我來說 抓洋人要幫一金報仇 比什麼都還要重要 比我還重要嗎 家瑋 這陣子 也許因為移近這件事情 我們都累了 等妳放暑假 我們回去加拿大看外公 好不好 再說了吧 我累了 我們才剛認識 妳說這些話會不會太早 姐 妳怎麼又沒有敲門 就跑進來了 對不起 我先來跟妳說 媽煮完冬湯 要妳下去喝 謝謝 我是妳 妳的 始終 因為 應該不停 為其他地 我會不停 也許 我現在 不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 妈还没回来啊 她刚刚有跟我联络 说学校的事情一办完 马上就回家了 你拿一进的论书干什么 这是进的吗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给她的 去年公司换了一批手提电脑 她跟我要的 真搞不懂你们年轻人啊 又不做生意 要这么多台电脑干什么 那可以给我吗 免得哪天妈发现了 也把她丢了 你喜欢就拿去吧 嗯 所以 徐一静出事的那个晚上 你说你在洗手间外面讲电话 好 也是在远郊咯 平时我是陪怡进去上洗手间 出来摸鱼的 怡进进去之后 我就开始打手机跟我朋友聊天 男朋友 还不算啦 这是老德和奶的朋友 好 等我再问你 徐一静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吗 王警官 谢爱玲的个人行为 跟命案根本没有关系 请你不要扯到徐一静身上好吗 因为他们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而且 根据上面的问话显示 那名跟他原教的男子说 谢爱玲 常常跟一名叫做阿Kat的女生一起出现 谢爱玲 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 阿Kat是谁 王警官 你这是在暗示 我女儿也事迹不正当的网路交友 梁校长 请你让谢同学先回答我的问题 谢爱玲 你老实讲 那个阿Kat 真的是王警官在测的人吗 我不认识什么叫阿Kat 真的 而且一进他 一进他 一进他怎么了 你一进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的事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王警官 你听清楚了吧 下次请你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不要随便污蔑我的女儿 组长 下一代的家人来了 老师 不要担心 校长跟老师会跟你家人讲的 不要担心啊 宁珍 睡了吗 宁珍睡了吗 妈 怎么还没睡啊 没有 没有 我还有点工课没做 学校是发生什么事啊 没什么 我都处理好了 怎么了 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没有啊 我只是想跟你说 上次那件事 我觉得很抱歉 我不觉得 我的想法有错 但是 我的态度有问题 对不起 没关系 我了解 只是这个家 你们随时都可以生气或者是难过 只有我不行 这个家得像个家的样子 我们才能够继续好好的生活下去 早点睡吧 妈 有一个秘密 我一直没有跟你和爸说 什么秘密 有很严重吗 其实 我 怎么样 我跟家伟 已经偷偷交往很久了 你不生气 怎么会呢 你跟家伟从小一起长大 产生感情是很自然的 我以为你会反对我们在一起 经过这些事情以后 妈觉得 只要你过得开心就好 妈 妈决定信任你 毕竟你也快十八岁了 好了 早点睡吧啊 晚安 妈晚安 我就트가 你 唐 晚安 我那麼信任他們 他們最後還是包機了我 夏琳 你指了他們 是在說誰啊 閉嘴 我不准你這麼說 我女兒不是那種人 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意思 難道你不覺得 秘密跟秘案有關 請你放過死去的她 不要再追查下去了好不好 我覺得許醫生一定有問題 也許就是她暗地裡做什麼 才導致這一輪串命案發生 楊仁佑 不行被警方包圍了 為什麼會在我一頭 為什麼要騙我 為什麼 阿K是誰 妳到底又知道些什麼 他是惡魔 他是叫白天使惡魔 我讓你們全家為楊仁佑的是 我住在家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單中堅強 每一次就算很受傷也不閃淚光 我知道我一直用雙硬性的翅膀 帶我飛 帶我飛 飛過絕望 不去想 他們 擁有美麗的太陽 我看見 每天的夕陽也會有變化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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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用雙硬性的翅膀 帶我飛 給我希望 我終於看到 所有夢想都開花 追逐的年輕歌聲多嘹亮 我終於要想 用心凌亡不害怕 哪裡會有風就飛多遠吧